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学识plus》。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《满尾症医生所著的 吃的投资哈佛教给您的世界顶级饮食法》这本书。 作者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营养学,并将这些知识带回日本, 开设了日本首家抗衰老专科诊所。 这本书基于扎实的医学知识, 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营养素来延缓身体内部的衰老过程, 以及减经疾病和疲劳的方法。 只要实践这些方法,健康就是必然的结果。 如果您最近感到压力大,或者难以集中注意力, 那么观看这段视频将为您提供宝贵的建议和食用的方法, 帮助您通过调整饮食来提升日常生活的表现和生产力。 接下来,我将为大家介绍本书中的四个饮食投资建议。 第一,常备椰子油。 第二,每天吃一包纳豆。 第三,食用食物纤维可以增强心理健康。 第四,合理摄取蛋白质。 首先是第一个饮食投资建议,常备椰子油。 尽管在普通家庭中,椰子油可能并不常见, 但在减肥领域,它却是相当有名的一种选择。 椰子油富含约60%的中链脂房酸。 这些成分在进入肠道后能够快速被吸收, 并在肝脏中转化为酮体。 这种转化过程对于促进身体燃烧脂肪非常关键。 中链脂房酸具有许多好处, 特别是对于减肥有显著的效果。 您可能听说过生酮饮食。 它利用酮体作为主要能量来源来帮助减肥。 生酮饮食的核心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, 同时增加优质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量。 通常情况下, 我们的身体主要依赖碳水化合物来获取能量。 但当我们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时, 身体开始利用脂肪转化为酮体作为替代能量源。 椰子油中的中链脂房酸可以加速这一过程, 有助于增强身体燃烧脂肪的效果。 酮体还有助于激活大脑功能。 转化后的酮体能够被运输到大脑, 提供神经细胞所需的能量,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和工作效率。 在进行糖分限制的减肥过程中, 有时会感到思维迟缓或精神不集中。 而酮体则能帮助大脑恢复正常状态, 保持高效工作。 此外,椰子油被认为还具有抑制食欲的效果。 因此,在减肥过程中, 将椰子油加入到早餐中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中, 有助于延长饱腹感, 减少额外的食物摄入。 有时,如果前一天晚上吃得过多, 第二天早晨用椰子油代替传统的早餐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 尽管如此,需要注意的是, 摄入过多的中链脂防酸可能会导致胃肠不适, 例如腹泻等问题。 因此,适量摄入椰子油是非常重要的。 接下来是第二个饮食投资建议, 每天吃一包纳豆。 虽然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纳豆, 但其实, 纳豆具有巨大的健康益处。 纳豆主要的功效有下面两点。 首先, 纳豆具有抗炎和抗衰老的作用, 每个人都希望保持年轻。 而纳豆正好有这样的效果。 纳豆中含有的亚晶案是一种蛋白质, 它能激活细胞代谢, 并预防体内的炎症。 激活细胞代谢意味着清除旧细胞, 促进新细胞的生成, 从而防止衰老。 纳豆还能防止细胞受损引起的炎症, 预防因炎症导致的牙周病、 关节炎、 动脉硬化和癌症等疾病。 其次, 纳豆还具有预防感染的功效。 使用纳豆可以抑制如食物中毒的发生, 因为纳豆菌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, 进入体内后可以抑制肠道内有害细菌的繁殖, 从而防止病原性大肠杆菌的生长。 纳豆的这种强大功效, 使其成为预防感染和增强免疫力的重要食品。 每天食用纳豆, 不仅能在短期内预防感染, 还能在长期内预防各种生活习惯病。 因此, 如果您不喜欢吃纳豆, 那真是太可惜了。 建议大家培养每天食用纳豆的习惯, 从而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益处。 接下来是第三个饮食投资建议, 通过摄入食物纤维来增强心理健康。 调节肠道环境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。 事实上, 超过40种大脑神经地质是在肠道中合成的。 因此, 肠道也被称为第二大脑。 其中负责稳定情绪的幸福荷尔蒙、 血清素, 由80%到95%是由肠道细菌产生的。 长期腹泻或便秘的人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。 有研究表明, 八成的肠义肌综合症患者有焦虑或抑郁的症状。 那么, 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肠道环境呢? 关键在于摄取足够的食物纤维。 本书建议男性每天摄取20克食物纤维, 女性为18克。 食物纤维丰富的食物包括蔬菜、海藻和蘑菇类, 尤其是菠菜和卷心菜等叶类蔬菜, 因为它们的糖分含量较低, 食用起来更为安全。 而红薯和土豆等根莖类蔬菜糖分含量较高, 应该适量食用。 此外, 虽然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会随着烹饪和储存时间的增加而减少, 但食物纤维不会因此而减少。 因此, 建议周末制作一些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储备, 以便日常摄取。 接下来是第四个饮食投资建议, 合理摄取蛋白质。 很多健身和减肥的人都会关注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 然而, 很少有人会详细考虑蛋白质的来源。 本书建议从肉类、鱼类、鸡蛋和豆类等多种食物中平衡摄取蛋白质, 特别是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来食用鱼类。 鱼类富含Omega-3脂肪酸, 如DHA和EPA。 这些营养素可以有效地抑制慢性炎症。 相反, 长期从肉类中获取蛋白质可能会导致体内生成醋炎物质, 花生4-C酸, 从而加剧身体的炎症。 因此, 本书建议在摄取蛋白质时保持均衡, 选择从肉类、鱼类、鸡蛋和豆类中获取, 并培养每周食用富含Omega-3脂肪酸的鱼类, 如青鱼和三文鱼的习惯。 这样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能获得多种营养素, 同时降低慢性炎症和其他健康风险的发生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, 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,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 在下次的节目中,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